大概你要知道你的银行的流水 内地你可以贷到两成三成 看你有没有楼有没有供楼纪录 第三个就是收入证明 内地这边就需要你提供一个香港的收入证明 类似于流水这样的东西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你在这边买楼的时候还要有一个居住证明 其实要查查你 不是你说的 要查查你是不是真的没有楼向这边 这边政府会做登记 我们交契税的时候本身就要登记了 这件事情系统有 系统没有你就需要没有 关区生活知道多些 Mango告诉你 很多谢各位观众朋友对我们频道以来的一直支持 相信未来通关 很多找我们帮忙收楼验楼 装修买楼的客户 他身边都有一大班的朋友 喂 是不是真的这么正啊 这边的生活是不是真的这么好 都想跟着我们的业主 我们服务的客户一起回来 找Mango带你去看看 没问题 这边我们推出了亲友团服务 一大班都是自己的朋友 我们根据你想要看的路线 要感受这边的生活 我们也可以和你一大班朋友 回来内地这边去看楼 看你家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 就是希望一班朋友可以住近 一起回来内地退休 生活有一个高性价比 又开心的生活 OK 各位朋友 约定你了 关区生活 知道多点 Mango告诉你 刚刚我和Mango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因为是我从来都不知道的事 就是这样的 我一直以为 香港业主回来买楼 只可以一次性付款 但我刚刚看到 你有一些业主 居然在申请按揭 这件事很神奇 所以今天我觉得 这件事可能很多观众都很想知道 所以今天就由我来问一下Mango 这些关于按揭的问题 嗯 那想问一下Mango 这些是可以操作的 就是法律上是OK的 而且就是 是不是所有开发商 都会接受香港人做按揭的这种情况 首先情况是这样的 按揭这件事其实是银行决定的 嗯 只不过疫情之前 都有香港朋友在这边做按揭 嗯 其实这件事不是什么太多新鲜的事情 只不过由于疫情那段时间 过不了来 因为它按揭要做一件事情 叫做面签这个动作 那你这个面签这个动作 必须要在这边银行 要见到你有个日才能做到 但是疫情现在不行 所以就变了很多香港的朋友 在那个时候多数都是一次性 购买 那么一次性购买的时候呢 现在通关了 那回来会看到 哇 其实很多的楼盘都可以做按揭 而且在疫情之前呢 是要做香港按揭 因为香港的利息会低一点 没错 但是呢 内地的利息现在已经去到3.9了 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对于香港的业主来说 其实是所有楼盘都可以 去做按揭 所有都可以 所有楼盘都可以做按揭 当然会有相应的压力测试 各方面的情况 这里我跟大家去讲讲 在这边去买楼盘的时候 如果要做 就是每个楼盘 应该说每个银行 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可能细致上的要求不一样 但是会有几样东西 是大家要清晰知道的 第一 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 香港的朋友可以做按揭 而且多数可以有个很优惠的事情 可以做两成 哇 那真的很优惠 可以做两成 因为呢 怎样才能符合做两成的事呢 就是内地没有房产 哦 即是第一套 是的 第一套 接着没有贷款纪录 哦 内地没有贷款纪录 这样呢 香港的就不算了 香港就不算了 就是内地没有贷款纪录 没有房产 这样就可以做到两成 比如说两百万的房子 其实你四十万就可以去供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如果是这边是有房子的话 其实三成就可以了 哦 那就是多一成 就是多一成 多一成 那这个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你可以选择供多久 那现在来说呢 内地大部分的银行 是可以供到七十五岁 哦 就是举个例子 如果今年我是 六十岁 嗯 那其实呢 那你就可以供15年 如果五十 五十岁 那你可以供25年 那当然时间越长 那个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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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 每个月的 月供 月供就越 越少 哦 越少 越长越少 越长越多 越长越多 越长越少 但是利息呢 就越来 就越多的 但是借钱的时间内 那么多久才可以提前还款呢 供满一年 你就可以提前还款了 那很快 是的 所有的条件 而且没有后边没有佛息 嗯 没有佛息 但是前边呢 你交了个利息 就是供了那一年 其实一开始多数是利息来的 小部分是还本金 所以你前边供了的那些 可能一小部分是本金而已 一年之后你要还了它 那你会发现 可能我供了十万 为什么只还了五万元 或者六万元的这个本金 其实因为有部分是利息来的嘛 到后期呢 如果你供到二十年之后 那么它还的更多的就是本金了 所以情况就是这样 大家要注意这个细节 哦 那除了这一件事之外呢 还有就是 我们选择年期按照75岁 那有些银行 甚至乎可以突破到80岁的 那反正你去买楼的时候 开箱会尝试各种不同的方案 会给到给你这个选择 那好了 那说回这个银行的楼税 大家知道我这样的条件 可以供供多少年 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每个月要供那笔钱 嗯 那笔钱呢 其实比如说是月供五千元 如果贷款一百万来说 大概五千六元左右 三十年 五千六元左右 如果是去到二十年工的话 大概就六千多七千元 那如果是去到十年工的话 已经到差不多成一万元了 嗯 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 有很清晰的计算方式 是可以计算到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注意一件事就是 你每个月的这个要供的月供 是要等于你的银行的流水 我们香港叫做压力测试 是 就是你每个月的固定收入 在半年内你的固定收入 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 才可以供得起这家屋 那就是你每个月的月供的二点五倍 二点五倍 嗯 就是举例 如果我月供是五千元 大概你这边一个月 看到月收入 就要到一万二千元 一万二千元 一万二千元 嗯 那想问一下 那好像我在香港工作 那我的材料全部都在香港 那这边的话 是不是需要 都是一边的手续 或者是公正 是不是需要做这些东西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因为内地的银行 是会接受香港的银行流水的 而且不是一张卡 是很多张卡都可以 可能我这张不够 可能我要一万二千元的一个收入 举例一下 那我一张卡不够 我再加上其他的卡 那就可以了 不是资产 而且在这里是说 每个月的收入的一个情况 但是如果这些都不够 有没有办法呢 有 正常正规的办法 因为现在内地 其实希望令到 整个房秘产市场 更加弱一些 那银行其实放出了 很多很优惠的 还款或者供款的一个方案 比如说 好像某银行 我们刚刚帮那个业主做的 就是它如果是150万的贷款 嗯 以下 它是免流水的 哇 那会不会有些危险呢 我不会 哈哈哈哈 因为首先是银行借钱给你 银行借钱给你 但是政策在这里 它会猜到这家屋是多少钱 你给了这么多钱 嗯 这个情况 所以它是免流水的 那当然你未达到 它就要有流水证明 也要有收入证明 等等这几样的 所以大概呢 你要知道 就是你的银行的流水 内地你可以贷到两成 三成呢 看看你有没有楼 有没有供楼纪录 那第三个就是收入证明 那内地这边呢 就需要你提供一个 香港的收入证明 类似于流水这样的东西 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嗯 那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你在这边买楼的时候 还要有一个居住证明 哦 就是要查查你 就是不是你说的嘛 要查查你 是不是真的 真的没有楼向这边 那这边政府会做登记 我们交契税的时候 本身就要登记了 这件事情 系统有 系统没有 你就算是没有 那第二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夫妻双方去买楼的话 就是比如说两夫妻 那只是下太太的名字 或者下先生的名字 如果是要做贷款的话 这个时候呢 虽然间名字只是太太的 但是先生 都是要提供了先生的资料 去银行一起去做一个审批的 他是将它当成一个家庭式的贷款 去做贷款 所以这些呢 都是要注意的一个情况 那大概关于整个贷款的流程 需要的资料呢 每间银行有区别 但是差不多都要是这几样东西 情况就是这样 是的 那么更多的资讯呢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就 我们所能就会回答大家的 是的 那我们还想问 就是 其实做这个贷款呢 听起来也是有点复杂的 要准备那么多材料 那其实我们推不推荐大家做贷款呢 这件事呢 其实不是说推不推荐的 看我们的业主 是吧 看业主他现在手上的一个 钱的一个情况 因为呢 很明显的一件事 我们曾经有试过业主 他要期楼 我都是用贷款 如果不是呢 就是 他到时交不到我 我都不用亏那么多 那其实 不是这样的 因为呢 你扮了贷款 这笔钱 其实就等于是 银行借给你了 那在后期来说 我说难听 他就算延期收楼 其实对于你银行的 还款计划呢 是两件事 那就不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但是 好不好用贷款 这件事呢 我会比较推荐 我会比较推荐 因为第一 其实香港的朋友 现在来过来 可以用两成去买 首先我一次过 给那么多金钱的压力 是会小很多 那就变成了 原先 其实你可能想买的一个 我一次性 可能我只能买到一些 边少少的地方的物业 但是如果我用公楼的形式 我就可以买到更加核心区域 是的 你预算就可以再多一点 没错 这个其实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 这个过程中 还有一个问题 我刚才说漏了 是不单只是一手楼可以做按揭 其实是二手楼 哦 二手楼都可以 因为它是银行 和你这个业主 和这个物业之间抵押的一个关系 其实和你是一手楼还是二手楼 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很多的业主说 我现在我先体验一段时间 我不想 或者我的产品未到期 我想要迟些才拿出钱 但是我手上的现金 我又喜欢这家屋 那就可以用这个贷款的形式 所以考虑用不用贷款 其实最主要的地方是 看你自己加少少杠杆下去 让你拿到一个 可能原先我觉得 差一点 差一点才能拿到的一个物业 但现在不用一次性了 我都可以慢慢去还款 因为其实说真的 万多二万元 香港的策略来说 是算是一般都会有的一个情况 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 对 一般都会有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边如果去公楼 其实大家会轻松很多 但是内地呢 特别是现在人民币又比较强势 大湾区的物业 其实你只要买核心城市 一些核心的位置 最少我认为它的保值功能 是在那里的 那人民币又强势 接着你的物业在这边保值的话 那以后回来这边 你不想住 你转手出去 其实都很方便 如果有抵押的物业 你需要 即我供30年 你供了15年 你需要卖了这家屋出去 那你是不是要给后边的钱呢 现在都出了相关的政策 哦 是什么政策呢 大押过户 哦 大押过户 即那家屋本身 已经有这么多的欠款 其实你不需要还了这家屋 再去申请这个贷款 那你直接带着这家 二手业主的欠款 就继续供下去 哦 就OK的 那就方便很多 没错 在时间上其实都可以缩短很多 那你可以用回 一样是两成三成去供 只不过你要给的那块钱 给的那块钱呢 就一样是供得更加久 你不需要解压一次 再去抵押一次 然后抵押完之后你再供 就是整个流程 就会减少这个复杂性 所以其实内地的这些系统呢 都已经做得非常非常之方便 和明确 那希望呢 这条片呢 可以令到观众朋友了解到更多 哦 原来我在内地买楼 其实现在的选择性 是多很多的 真的多很多 可能我拿着五十万 我可以买到很城区很核心的位置 因为两成首期 已经去到买了两百多万的楼 没错 像中山来说两百多万的楼 算是比较 非常之美的楼 地段 地段的方面都非常非常之好 景观的方面都可以兼顾到 那可能我三十万 我如果计算两成来说 那它都是去到百多万的一个物业和资产 所以是非常之适合很多个朋友 去用这件事 将我们的物业的目标 再定到核心一点 都是那一句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不是说大家呼吁用钢杆去炒楼 而是很多个朋友 是因为一时之间 我要拿这么大的钱出来 但我买不到这个核心的物业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今期节目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相信很多个朋友 可能会有一些 具体不同的楼盘 不同的银行 会有一些移民 那欢迎在平壤区 我们做一个交流 那就下期再见 拜拜 Mango 说你知道 容易工作室 推出一系列 和房屋有关的服务 我们可以帮你在大湾区里 找到你心仪的楼 第二个 如果你买了楼 可以在这边 帮你去做装修的工作 目前我们已经有很多个案例 帮香港业主 人在香港 房屋在这边 已经很开心 很顺利的装修完 第三个部分 我们可以有收楼 厌楼服务 收楼厌楼服务 我们会一条路 跟你跟到足够 第四个部分 就是我们这边 还可以有出租服务 如果你有屋 想租出去 或者你想回来这边 先租住屋 再看定些 再去买楼 或者陪小朋友 读书 我们都帮很多的业主 找到屋 租完之后 再去看楼 慢慢看 看对了 再来买都可以的 最后想和大家说一下 多谢大家一直的支持 和关注 如果你看到这个部分 还没有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希望你点一点 右下方这里 关注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分享出去 给你身边想要回来 大湾区生活的朋友 多谢大家